好 還是講到安全帽 如果真的每天必須要戴的話 它的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要補充一點說 我們常常在皮膚科的門診 這顆頭借我一下 在皮膚科的門診的時候 很多人他不曉得 他自己有毛毛眼 他來的時候他的主宿 其實是他會在耳後 或者是在頸後摸到一些 會痛的腫塊 他來的時候他會覺得說 現在我好像長了一顆腫瘤 可能這兩三天 或者是這一個禮拜來才發現的 他會擔心是不是惡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檢查了之後才發現說 很多人其實他頭髮裡頭 是有毛毛眼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耳後跟頸後 都是淋巴結的位置 你只要頭皮上面 有細菌感染的時候 它的汇流其實就是到這個位置來 這種淋巴結其實一來 而且又是會痛的淋巴結 出現的時間又不長的話 我們都可以跟他講說 其實是不需要特別擔心 如果頭皮的細菌感染好了之後 這個淋巴結它自然會消失 對 就是台灣話講說 哈辣 這是淋巴結 然後一顆顆圓圓的這樣子 那它可能都是一顆 或者是長在耳朵這個 它是肉色嗎 還是紅色 它其實是比較深處的土起 你根本 你要壓才看得到 皮膚色的 你壓的時候會摸得到 你看的時候未必看得到 因為你知道以前古時候的人 你知道戴帽子的 戴官帽的 以前人也不是像現在這個美髮絲 這麼的多 或者是說這麼的設計 就是天天洗頭髮 而且他們要盤髮 盤髮 然後又要戴官帽對不對 像韓國人的那個帽子上面 那個官帽上面還會有那種 透氣 然後中國人好像很多都是那種 就做得硬邦邦的 有的還戴上去 還要纏上去是幹嘛的 所以這個頭皮的問題也很多 所以從我們的古書裡面呢 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也是在治一些 頭皮發癢的 就是沒有辦法用那麼好的細髮精 所以會用一些中藥的一些 質養的藥材會用進來 包括一些比如說像這個就是我們用的這個 金戒 金戒 薄荷這些東西 就是用來有驅風 質養的這個部分 甚至於還有一些因為很癢 他們還自製消炎性的 還要加酒把這些東西泡 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亡部流行脂 就是活血的 然後呢 這個黑色的亡部流行脂 然後呢 這邊是我們的地膚脂 這些都可以質養 清熱 除濕的這樣子 因為撈湯嘛 所以就要除濕 把頭皮除濕一下 對 特別都要一直流湯對不對 這個 然後呢 還有這個白顯皮 這個也是有質養的效果 那它有 根據一些我們現代的一些研究 你就發現這些呢 它的藥汁就是把它泡出來 不管是用酒或者用水去泡汁 泡完了以後 它會出現一些抗這個增菌 或者是一些險菌的效果這樣 所以古式的人 已經開始就用到這些 還有一個非常苦的 叫做苦参 也會用到這個部分 那有清熱解毒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 也是有質養的 餐兒子這個 那長得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這樣子 那他們就把這些東西 把它泡成這個 就是用刻上來的酒精 不是酒精 那個酒啦 那它會很刺激頭皮 它把它泡出來之後 然後就用這個去給它濕 或者是 或者是噴 止癢 不 以前沒有那什麼抗生素 那當然會用內服的 因為他們有些東西 可是 內服外用也可以 對 內服外用 那這些是內服外用的 那有些不是那麼嚴重的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道茶飲 那這個是我們以前的那個 你會發現很多也是又幼稻 不早人的鮮 它這樣敷起來會不會有點那種 稀稀的感覺 對 稀稀就會 所以消爺嘛 因為它那個酒的關係 它就會把它這個捲取出來 那些藥材然後噴上去 然後就讓它比較不會一直去抓它 然後當然也要洗頭 那有的是把它動成這個 洗完頭之後 用它來做這個 就是有點鎮靜的一個作用 那甚至於你會發現說在這個醋 有的用醋 讓它這樣神經這個 比較不會那麼的這個亢奮 那還有用的是隔夜的茶 隔夜茶水 泡完了一個茶水以後 有的拿來泡腳 有的拿來洗頭 這個部分 那一般像如果頭皮真的是 一直搔癢難耐的話 會去做頭皮SPA 做深層清潔 那通常在你們的這個SALON裡面是 用什麼成分去處理這個部分 通常我們還會判斷這個 如果客戶他的頭皮是已經有 潰傷了 或者是已經真的已經有那個傷口了 我們是盡量就是 連那個Health Spa都不會幫他做 那如果說他這個頭皮質是說 因為看起來好像是有點癢癢的感覺的話 也許是他自己精神上面的 引起的一個所謂的 應該精神上面也會引起 會 那皮膚那種 對 壓力 不過他最近吃了比較多什麼 像是辣的東西 比較燥熱的食物 那也會造成這樣的狀態 那我們都會用一些 像是迷迭香 或者是薄荷 甚至是羊柑橘這些 就是這種草本的東西 的一些產品來幫他做一個舒服 它有鎮靜的效果 我有用過 尤其在夏天天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知道頭髮乾 快一點 非常爽爽 那我們常常有時候要上這個 就是美容院的時候 它會 免不了不得噴那種 Vapor那種什麼噴霧 瞬間舒服 瞬間舒服 可是問題是 這個還是頭皮會癢的時候 有時候你們就會用那種什麼 好像薄荷的東西 幫我們做濕布 然後還會按照這個穴道給按摩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夏天我們還會泡那個 所謂的那個薄荷茶 給客人喝 這個冰冰的 所以按摩的時候還可以喝 是有點內服外用的感覺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可能是心理層面的 我們也會讓他有一些 但太嚴重的話 就請他去看黃醫師 一定要的 那是需要的 那絕對的 常常病人來看診的時候 他就說 我跟妳講 我這邊養的要命 然後去給那個 期間也不知道他長東西 或者禿頭 或者是圓禿這樣 然後美髮師就會跟他說 你這麼頭髮 一圈一圈的 你可以有一心看 所以這基本上 他們也會做一個第一個的那個 因為有時候頭皮 頭髮都在上面 頭髮掉 因為它就會養得厲害 抓… 它這個地方 生長的機質也會降低 就會 頭髮養一直猛抓的話 應該會增加掉髮的機率吧 會 而且有些人會去抓它 抓完之後毛囊的細胞 就會被損傷了 所以長出來 反正你一根毛囊可以長三根 結果你損傷它 就只能長一根 甚至到最後你抓壞的話 就像剛剛那個黃醫師 對 那就長不出頭髮了 真的是有這樣的案例在 是 好 因為我有慘痛的經驗 尤其應該是當每一個記者 都有慘痛的經驗好不好 難怪你指甲下都剪掉了 對 指甲 因為大家發現了也對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慘痛經驗 我都不太敢講 因為我們那時候 跑新聞的時候 都要用騎摩托車跑新聞 對不對 都是戴安全帽 對 可是頭皮真的是 然後那時候我去留長頭髮 可是只要一流的話 一悶一濕 是不是癢 然後你就感覺裡面好癢 就這樣努力抓 然後那時候我會去買 一個藥房現在也在賣 很粗的那種薄荷棒 有沒有 很粗的 薄荷棒 是 對 一整條 我整條抹在頭上 因為真的太癢了 是 你就不管髮型了 我已經不管 因為你流長頭髮 因為只是隨便這樣抓一下 你這個已經不是普通的癢了 你一定感染了 你要找黃醫師 你講對了 對 我一定是講對 可是那個時候我有留指甲 所以我當時在抓的情況之下 已經造成了 對 抓悦癢 細菌感染 你知道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第一個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甚至這邊已經掉了 一塊凸了 我都不知道 我只覺得它好癢好癢 而且每次洗頭的時候 只要洗髮型放下去就很癢 就有點刺痛的感覺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去把頭髮剪掉 那是我這一輩子把頭髮剪得 比這個時候還要短的頭髮 因為他唯有把頭髮剪掉 他才可以繼續做其他的治療 而且他不會讓你的頭髮 就是說因為頭髮多 然後又頭髮 而且它打薄 那時候還要把它打薄 然後因為你長會造成反而會更悶熱 因為你知道我們長頭髮人 在騎摩托的時候都有個習慣 盤起來 對 盤起來 然後綁在帽子蓋起來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 再飄逸一下的那種感覺 沒有 可是事實上 在這種悶熱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整個頭皮搔癢難耐 就像有沒有看一個女人在那邊 這樣抓頭髮 然後但是那個傷口破的機率就很大 是 那時候真的我是第一次拉力頭 就是我講那個拉力頭的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產品叫做Dry Shampoo 就是那種產後的婦女 在那種乾洗法 這我也想要問一下那個醫師 我跟你講我幼兒過 你就問對了 是 其實翁醫師什麼都試過 不是 我一直試過 是產生產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產後 我們不是說產後要坐月子 然後都不能去你們那邊洗頭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住在二樓 樓下活活管子 你就不能溜出去 就不能溜出去 有時候就想說 反正自己是中醫師 然後用乾洗頭 我自己 你那種感覺 結果我用乾洗頭 有個缺點就是洗完以後 它就像那個雪花片片掉 掉那個屑屑黑黑 白色的 碎碎的 你反而感覺上這樣很噴障 心情好像投鼻屑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是不好意思 我就反正你知道 醫生家裡都有酒精的 我就是把那個頭髮的梳子拿來 然後把酒精噴上那個 噴到我的那個紗布 紗布 然後噴得這樣有點這樣飽和的 濕濕的 然後把它套到我那個梳子上面去 因為那梳子有那個牙嘛 弄上去以後 然後把它壓好 然後就用這個來 來給它去油 然後紫癢又去油 這樣子免得有那個異味這樣 不然那個雪花片片 我真的很受不了這樣 我那時候好像買的也是一個牌子的 不是那隨便買的 那時候說 那不太好用了 然後就掉下來 衣服上面都是血血 又不能去洗 所以前面的十天我就是忍耐 到了二路比較少一點 然後比較有元氣的時候 我才去動我這個頭髮 不然你看人家來看那個娃娃的時候 搞不好聞到你那個味道 然後心情也會不大 現在人可以撐到一個月不洗頭 其實是很少見的 對 剛才有提到說 感染如果說比較厲害的話 是不是可以造成掉髮 油性脂炎其實它現在 比較還是認為說是一個體質的問題 它不是說一定是某一個細菌 或者是黴菌造成的感染 比較偏是一個體質 所以它雖然會好 可是它不容易斷根